你们说了半天 到底是买Air还是Pro 你老看着我 我这紧张啊 大哥 你别老看着我啊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这个M2芯片的15英寸梅布Air 他的评测视频之后 很多朋友我发现啊 依然没搞清楚自己到底应该买哪块梅布 到底是买梅布Air还是梅布Pro 13英寸15英寸还是16英寸 虽然非常的难选 但是我看到大家这么犹豫不决 这样的不清楚 我就感觉非常的心痛 我隐隐于约我就感觉我应该再水一个视频 就是我作为一个用了10年的M2用户 非常专业的科技视频创作者 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些内容给它整理出来 这样的话大家看完之后 不知不觉的就豁然开朗了 下决策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清晰明亮 然后掏钱给送给这个阿库之后 可以不后悔 买完一次之后可以用上5年 所以我这不就整理出来了吗 大家其实非常简单 只有MacBook Air MacBook Pro两款机型 而且这两款机型确实成为了 苹果Mac系列里面最受欢迎的两款机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CIRP他们的数据 CIRP它是Consumer Intelligence Research Partners 消费者信息研究合作伙伴 这样的一个机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2023年MacBook Pro 它在整个Mac系列里面销售市场份额占到了43% MacBook Air占到了34% 去年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MacBook Air它同样是34% MacBook Pro是40% 今年是43% 涨了三个百分点 其实这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疑问 本能的进行质问 怀疑一下 这个世界是不是虚拟的 不是 MacBook Air明明价格更加的便宜 但为什么MacBook Pro 卖的刚好了 这就非常不符合咱们所学的量子力学 不符合咱们经济理论 其实这里面也是非常的好理解 主要是因为咱们苹果对于MacBook 它的定价非常的混乱 也可能是他们有意为之 再加上时不时的来一个GPU核心数的阉格 就比如说咱们13英寸的 M都是芯片的MacBook Air 它正常价格是8999起 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 它其实是8核的 这里边写的是最高可达10核 所以我们8999买的的是啥 买的是8核CPU 8核GPU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混乱 再加上苹果 他们这个Marketing Team非常的专业 他们就利用咱们人类的 本能的这种贪婪和恐惧 所以用户 咱们这有一般的用户一看 8999这钱已经花了 是不是应该再多花一点钱 买一个性能更强的14英寸的MacBook Pro 只需要再多花6000块钱就可以买 这样的话可以用大概5年10年都没有问题 这个就导致咱们MacBook Pro 整个销量比MacBook Air还要高 但是其实就有观察 就是咱们大部分的用户根本就用不到这么大的性能 就比如说我们家那位 给他换了M2芯片的MacBook Air之后 我发现它整个工作效率跟之前是一毛一样的 而且他做的这个活我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Word XL PPT 还有JPG PDF都是这些个东西 我感觉他用M1芯片的 M413英寸的 就是老款的一个 也是绰绰有余的 根本就用不到M2芯片的 但是因为我为了评测 就忽悠他 你绝对需要M2芯片的 他要信了 人类就是非常的可悲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一个 一段一段有浪有商一个个去看一下 首先就是咱们这个屏幕来看一下 13456 根据我个人的使用经验来讲 这里面屏幕效果最带劲的 还是咱们16英寸的MacBook Air 不是MacBook Pro 因为它带来的是Liquid的 视网膜XDR的屏幕 再加上120Hz 这个率性率最高的亮度可以达到1000尼特 再加上它屏幕尺寸是最大的 所以单单使用MacBook的时候 整体看起来16英寸确实非常的爽 而这个14英寸 它的整个屏幕素质 跟16英寸是一毛一样的 但是尺寸稍微有一点小 所以可以给到它4.5分 然后下一个就是咱们15英寸的 M2芯片最新款的MacBook Air 它的整体效果 我个人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屏幕非常大 虽然它的最高亮度只有500尼特 然后没有120Hz Promotion专业动作 但是一般我们看这个在线小电影 工作记文本的时候 整个差距不是说特别的大 所以它可以给到它4分 13英寸和15英寸 屏幕素质可以说是一毛一样 Liquid是网膜屏幕 全面屏带6R的虽然是 但是整个显示效果依然非常的出色 所以我们可以给到它3.5分 下一个就是M1芯片的M2B Air 它跟M2芯片的M2B Air 它俩的最大差别就是 它是Liquid Retina 它是Retina Liquid Retina和Retina 它俩到底有什么差别了 最重要的是整个颜色 M1芯片的M2B Air 苹果官方对于它的描述是这样 支持上千万色彩 没达到先赚在一个亿那种效果 还没到亿了 而咱们M2芯片的M2B Air Liquid是网膜屏幕 我们看一下技术规格 支持10亿色彩 而且亮度是500尼特 M1芯片的M2B Air 13英寸 它是400尼特 而屏幕尺寸准确来讲 它是13.6英寸 它是13.3英寸 就高了这么一点 所以单看这个屏幕素质 客观的来讲 它整个素质是这里面最低的 但是苹果这个颜色依然非常的精彩 这个大家不要担心 然后就是M2芯片的13英寸 它是MacBook Pro 它跟这个13英寸的M2B Air 同样使用了Retina的说明屏幕 但是它的亮度 比它稍微高了这么一点 它是500尼特 咱们M1芯片它是400尼特 所以它能再加一点分 3.1分 然后这个屏幕的亮度 说实话 咱们日常生活中看起来 差别真的不是说特别的大 我们来看一下 颜色亮度 现在都是最高的亮度 原材显示全部都关闭的状态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而且看这个单线小电影的时候 它这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精彩 就是它这个上边的小黑边是没有的 因为它是M1 LED的 所以这个16英寸的M2B Pro 它整个素质确实是这里面最高的 可以达到半分的五分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性能和重量 如果是同样的性能 同样的重量 同样的价格 当然屏幕越大越好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性能 因为现在苹果所有的电脑 都使用到了苹果自家的 Apple Silicone的芯片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总结的 我们该如何选择M系列的芯片 这里面之前给大家整理过 我们就可以看它的大小 芯片的尺寸跟咱们性能 是等比例增长的 M1芯片和M2芯片 当时这个iPad Pro也好 还是这个M1芯片的M2 Pro 对比M2芯片的M2L 我都做了一个实际的对比 那么当时实际的结果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当时导出一个6分15秒的视频的时候 M2芯片的MacBook Air 它花了7分42秒 而M1芯片的M4 Pro 它花了7分37秒 而我前几天评测 15英寸的MacBook Air的时候 其实我是跟M1 Max 跟它做了同步的对比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数据 13英寸导出一个视频的时候 花了24分20秒 然后15英寸MacBook Air 花了24分13秒 而M1 Max芯片的整个性能 正好是它来的两倍 当时花了12分36秒 在这里M2芯片的13英寸 M2它是最低的配置 它是阉根版的M2芯片 所以它整个性能差了这么一点点 而M1 Max整个性能 基本上又是它俩的两倍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看M2芯片和M1 Max 它俩的大小 基本上就差了两倍左右 所以根据Apple系列根物理大小 来判断它整个性能的强弱 这个理论基本上是得到了 现实世界的整个数据上的支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准确 所以14英寸和16英寸的MacBook Pro 它整个性能确实非常的强大 可以给到它5分 那第二个就是M2芯片的MacBook Air 15英寸的 它可以给到它3分 这样我差了两倍左右的性能 但是因为它整个性能也是相当的够用 所以不能完全的写成2.5 但就给到它一个3分 而跟它同样性能的就是M2芯片的MacBook Pro 13英寸的 而M2芯片的MacBook Air 它因为是被阉割了 它是8Hz CPU 8Hz GPU 所以它整个性能稍微差了这么一点点 但是整个差距不是说特别的大 可以给到它2.9分 而M2芯片 刚才我们可以参考 那个抖出视频的数据 差不多有20%的性能差距 25% 所以它整个评分可以给到它2.5分 现在屏幕性能都已经OK了 下一步我们再来看一下 非常重要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 可以随时移动的这样的一个电脑 它的重量 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16英寸的MMAX的MacBook Pro 我个人来讲 对于它真的是非常的满意 但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重量 真是太那么差了 超过2公斤 平常我还带一个 那个透明的宝物壳子 而放到这个包里面的时候 它占的体积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购买 可以装进去16英寸MacBook Pro的 这样的一个大包 而这个包里面 平常还会放一些别的 我出门的时候 像我这时候 数码产品 抢膜症患者 RUG的阿联 还有咱们的阿帕德波罗 还有这个架架非常 这个MacBook Pro的 它也相当的沉 它应该超过2公斤了 还有这个Sony的相机 还有它的充电器 全部加起来 整个包应该达到了10公斤左右 所以这么沉 这么大的一个电脑 平常携带起来 确实有一定的负担 又比如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咱们坐的是经济厂 前面那个桌子非常的小 这个16英寸的MacBook Pro 上去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地方了 另外旅游的时候 带着这个16英寸MacBook Pro 总会感觉有一点后悔 如果当时买一个14英寸 性能一样的14英寸 是不是现在我整个肩膀 能更加的舒服一点 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所以这里面重量 16英寸的MacBook Pro 可以给到它2分 非常低 整个携带性相当的低 这里面最轻的 就是M2芯片的MacBook Air 13英寸的 它是1.24千克 比咱们M1芯片的MacBook Air 还要轻 还要轻了0.05千克 所以M2芯片的MacBook Air 13英寸 它的整个重量 再加上它整个厚度 可以给到它满分5分 而这个M1芯片的MacBook Air 因为重量比它稍微沉了这么一点 所以只能给到它4.9分 另外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M2芯片的MacBook Pro 整个重量只有1.38千克 所以也是非常的轻的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非常的厚 所以整个重量 可以给到它4.7分 14英寸的MacBook Pro 它重量是1.6千克 非常轻 比16英寸的又轻了一斤了 而这个15英寸的MacBook Air 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 相比于咱们16英寸的 基本上薄了一半左右 而且整个大小 也比咱们16英寸的小了一圈 所以它的整个重量便携性 我可以给到它4.2分 而咱们14英寸 虽然比这个15英寸 就沉了那么一点 但是因为它整个厚度 稍微有点太高了 所以整个便携度 就是这个重量 我们可以给到它4分 刚刚吃了一个饭 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 它们的性价比 说到性价比 我们先来记一下它们的价格 价格 M1芯片的MacBook Air 13.3英寸 它是7999 M2芯片 它是8999 M2的MacBook Pro 它是9999 15英寸的MacBook Air 它是10499 14英寸的15499 16英寸 这就更贵了 直接贵了4000块钱 15999起 说实话都不是特别的便宜 我们下面马上来看一下 它们之间的性价比 互相的关系怎么样 首先就是M1芯片的MacBook Air 它整个尺寸 比咱们M2芯片的又小 还有大黑边 所以我们当看苹果 它官网的数据对比 就感觉M1芯片的MacBook Air 完全就是个垃圾 而且它也不是Liquid 是我们的屏幕 然后搭载了 又是他们Apple的首个 Apple Silicon M1芯片 也是性能不如M2芯片 然后重量还更沉了 And then I'll buy you But so sweet And then And then And then 拿了一个 Wusup C 转3.5毫米的耳机接口 小伙子还要学习 过会就回来了 另外它也不支持空间音频 然后扬声器 只有两个喇叭 而咱们M2芯片的是 4个扬声器系统 所以在这里看起来 就感觉非常的垃圾 但是这时候我们只要 稍微再进入苹果官网 再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就会发现 哎呦 经过苹果官方 Apple这么一吹 感觉13英寸的 M2芯片的面部布衣 也是相当的值得购录的 大家看 布衣 实力来的轻巧 搭载M2芯片的面部衣 是一款实力出众的 轻便型笔记本电脑 又快又轻巧 它再用精密的无风扇设计 来了 你这 阿爸四个一吹 准备带 准备带 哦 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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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麻烦发烧了 今天是周五 他本来应该上学 哎 我逼呢 然后什么 配备绚丽的 视网膜显示屏 这样的纤包外形 再加上从早用到晚的 电池序啊 你能轻轻松松 带着这部 M2芯片随身而行 随时出手 只需7999 哇 这个M1 小小芯片 开天PD 8个中央处理器 干活够爽快 用电省得很 七盒图形处理器 玩得过眼 事也做得漂亮 电池序啊 最长达啊 18个小时 持久耐用 尽管噪 16赫 神经网络引擎 每秒最高 11万次 11万亿次运算 算力神了 隐私宝货 色彩栩栩如生 美得不像画 清晰锐利 也云彩显示 有声有色 哇 要空间盘出手啊 不打不响实 剪刀式结构 优化的剪刀式结构 让打字使得手感更加的出色 哎呦我去 这些号啊 看完之后 不能不买啊 不得不爱啊 不得 所以它整个性价比 我看能给多少分 感觉4分可以了 我们看这个第三平台的 它整个价格 我看有卖5000多 6000多的 所以5000多 6000多就可以填到 Ammin芯片 Apple 西里根 这性价比还不够吗 我感觉相当的够了 唯一要注意的是 它不只是空间音频 AirPods 但是我们不仔细听 听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再有一个就是 它的蝴蝶式键盘 那个手感稍微有一点差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 外接键盘 外接鼠标 外接显示器 这样我买个妹妹 是不更好一点 但是不带屏幕啊 不带这个retina的显示屏 然后那个妹妹 又不能随人携带 所以我刚感觉 这个Ammin芯片的Mable Air 整个性价比 我能给到它4分 下一个就是M2芯片的Mable Air 这么看的话 只比它贵了1000块钱 性价比应该也会很高 但是我们要注意啊 现在都是2023年7月份了 M2芯片的Mable Air 它什么时候发布的 是去年2022年的7月15号 已经一年了 阿库他能忍着吗 肯定要出全新的M3芯片 而且因为今年第一季度 整个全宇宙PC销量 都有大幅度下滑 咱们Mac也是不可避免的 得到了缩水 所以我们可以看新闻啊 MacBook 拍美格杠 Apple错月期 清单中单早期 苹果在今年1、2月份 把这个M2芯片 给停止生产了 停产了 主要是因为整个市场环境 确实不是说特别的好 就看我们Apple的财报啊 去年同期卖了100亿美元 现在只卖了7000万美元 缩了将近30% 都缩了我还生产 那个M2芯片 干什么玩意儿 库克心里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现在据说 苹果已经放弃M2了 他们要抓紧研究出 性能更加强大的M3芯片 M3 所以M3芯片在今年10月份 2023年10月份 就差三个月了 再晚一点 可能就是明年的春季 明年3月份就会发布 到时候首当其冲 那肯定是M3芯片的13.6英寸的MacBook Air 所以现在购买它的话 掉价会非常的快 所以我跟来讲 它整个性价比现在3.5 这里面性价比我个人感觉最低的就是M2芯片的MacBook Pro 它是带TouchPad 稍微懂一点MacBook的朋友 一看到有人在用TouchPad的 就感觉这是老款的 但是使用TouchPad的朋友说 他就会跟你说 我这个是最新的M2芯片的 所以我们买了M2芯片的MacBook Pro之后 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 我们可能不会在意别人的目光 但是别人这样一问 我每次都要进行解释 就多那么累 再加上M3芯片马上就要来了 再加上它整个设计又是老款的 又带了个TouchPad 虽然我很喜欢TouchPad 但是花9999 就要买了一个最新的电脑 但是我自己用着总感觉 我这买了的是个二手的电脑 所以整个体验应该不会特别的好 所以它性价比我感觉就是三分 然后就是14英寸和16英寸MacBook Pro 什么120Hz 是我们屏幕都非常好 然后六阳蒸汽系统 整体效果确实非常的出色 15英寸MacBook Pro 它是6个阳蒸汽 但是咱们14英寸和16英寸 它是高保证的养生器 但是我们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又用不到 带上AirPods 又听不到 反正就性价比 我感觉比这个 营兔兔芯片的MacBook Pro 还是要稍微高一点 3.2了 这个MacBook Air 15英寸 我为什么给到它3.8分 大家看这个价格10499 我们就能体验到 比这14英寸还要大的屏幕 稍微比16英寸小了这么一点 虽然没有120Hz屏幕 但是很多的 就像我们家那位 根本看不出来120Hz和60Hz的差别 再有一个 营兔芯片的MacBook Air 起步价是8999 但是它是被淹的 8核CPU 8核GPU 而如果我们想要使用到 跟15英寸 配布AIR相同的 8核CPU 10核CPU 10核GPU 我们需要多掏1000块钱 也就是说 跟它同样的性能是9999 15英寸 配布AIR 只差了500块钱 500块人民币 而相同的性能 就这个 大概14英寸的12核CPU 19核GPU 16GB 统一内存 一个TP的CD硬盘 是19999 而16英寸 同样的配置是多少 21499 整整差了多少钱 差了2000块钱 而我们想要使用 相同性能更大屏幕 只需要多花500块 就能把这个MaeBook Air 15英寸给掏到手了 而且因为苹果 现在刚发布了 15英寸的MaeBook Air 即使今年10月份 或者是明年3月份 发布了M3芯片 手当切除 还是咱们13英寸 想要体验到15英寸的M3芯片的时候 那都已经是明年的这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享受一年 然后在这个一年的时候 因为更大的苹果 它有一定的抵抗 这个掉架的实力 所以它整个二手价格 可以维持一下 最后再来一个 最终的购买建议 对现在绝对不能买的 有这么几个 M2的MaeBook Pro M2的MaeBook Air M1芯片 我个人感觉是可以购买的 因为都已经是 首个Apple系列跟M1了 你出到M69 我还是M1 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主打就是一个性价比 然后他们仨都是可以购买的 即使今年9月份 苹果发布了M3芯片 M3 Pro M3 Max M3 Pro 相对于M2 Pro 整个差距 应该也不是说特别的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Pro和MX系列芯片 整个性能 因为实在是太那么强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的时间 会更加的久 现在买 明年买 我感觉都差不多 看到这里很多朋友 心里面可能已经想了 或者是已经在键盘上打上去了 你那麽说了半天 到底是买Air还是Pro 这里面最后再跟大家做一下总结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自己到底要干啥 如果是有视频剪辑 图片编辑 还有音效 音频类的 搞音乐的 这些朋友直接就选择Pro 或者是更高的 MAX丢丢 那样的就可以 可以为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 而如果大家平常就是看电影 网页 不过我们家那位是的 PPT XR PowerPoint 文本输入 还有什么微信 卡套 什么乱七八糟 就是那样的话 大家就直接在Air里面选择就好 而Air里面 不是已经给大家做好选择了吗 现在不能买 没有买的了 只能买一密芯片的M2 Pro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咱们不是有 M2芯片 没BWR15英寸 吓我跳这家 所以这不有了吗 这个15英寸没BWR 说实话 跟咱们M2芯片的没BWR 重量差距不是说特别的大 所以我感觉这个是 这比天还重要的老公正在评测视频 说拿走就走了 15英寸没BWR 它真的是透露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 如果M2 Pro M2 Max M1 Max 这芯片能装进这么小的体积的话 我真的是让我做什么都行 让我和鸟都行 所以通过自己使用的软件 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分辨出 我们到底应该选择Air还是Pro 另外就是尺寸 如果有的朋友 女士还是说15英寸太大 那就可以选择M2芯片的M2 Air 虽然M3芯片马上就来了 但是你着急的话 早卖早享受 人活着 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明天不要抬头什么陨石下来 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再加上这个叫IPCC 他们发布的最新的第6个全球气候报告 他们已经说了 他们无法挽回的时间点是2025年 只剩30个月了 再不把这个温度 全球的气温升高的趋势给它遏制住 他们人类就玩完了 白白了 对想摆啥就摆啥吧 但是如果不着急的话 我是说可以再等一等买M3芯片 所以每天多多通勤 上下班 都需要带着自己的电脑 总要出差 坐飞机 坐火车 总需要出去开会 这时候相同的Air 相同的Pro 个人感觉选择更小的尺寸 会让我们的身心更加健康一点 更加舒服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是否有这种外接显示器的需求 其实这个MacBook Pro 16英寸 我用了这么将近两年了 90%的时间 还是要连接这个YouTube Display 还是要连接这个外接显示器 之前是老公儿子妈的我靠了 突然有点想他了 所以如果大家回家之后 连一张显示器 然后到公司之后 也是脸上显示器的话 肯定就选择更便宜的 更实惠的 更轻便的 小油尺寸的 肯定会更好一点 所以下一个M3 Max 这个芯片的MacBook Pro 可能会去想尝试一下14英寸 到时候买过来之后 实际再体验一下之后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4英寸和16英寸 长达4年的这种对比评测 欢迎大家到收视频 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现在的视频来行吗 好 说大家的 老四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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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